这个小丑从禁电开始,就一直盯着阿花,眼神好像要将她杀死,阿花被盯得心里直发毛,突然,小丑笑了,露出了一排沾血的牙齿,此时的阿花有点慌,她想让好友金发妹和她一起离开这里,不明所以的金发妹回头看了看那个举止怪异的小丑,想要为自己的好友打抱不平,上前不断地对其进行挑衅,还把她的头扭过来自拍,她不知道,这即将给自己带来杀山之火,老板也过来询问她想吃什么,可小丑还是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盯着阿花看, 老板愤怒地将她赶了出去,小丑走的时候还不忘跟阿花打招呼,等到两美女走后,小丑重回店里,打扫完厕所的小胖出来发现,自己老板的头颅竟然被人完整割下,直放在柜台上,小丑从后面缓缓起身,小胖被吓得连忙逃窜,刚打电话想报警,小丑就一刀砍掉了她的半根手臂,随后就以同样的方式解决了她,阿花和金发妹走在路上,来到车子附近才发现,自己车子的轮胎器被放光了,这让阿花心里隐隐感到不安,她急忙给妹妹小翠打电话 让她开车来接她俩,但是金发妹却说,这世界哪里有那么多变态杀人狂,别自己吓自己了 但是阿花回想起刚刚的小丑,感觉要被吓尿,这时候从路边房内走出来一个光头男,阿花立马上前询问,能不能借用一下她的厕所 光头男说,只要你不介意,这时候金发妹还在后面调侃 随后,两人一前一后进了房,坐在车内的金发妹收听起了广播 此时,广播台播报,在一个披萨店内,发现两具尸体,犯罪手法极其残忍 据目击者介绍,凶手是一个身穿黑白相接衣服的男子,听到这里,金发妹慌了 这时,车门打开,金发妹以为是阿花回来了,可是转头一看 上完厕所的阿花,突然听到婴儿的哭声,她好奇地上前查看 来到一个仓库内,里面布满的轮胎,静静一看,哭声竟然是从购物车里传来的 阿花害怕地往后退去,突然,一个骨瘦如柴的女人出现在她身后 手里抱着一个极其恐怖的玩偶,显然,这个女人精神有点不正常 阿花现在只想赶紧跑路,离开这个鬼地方 阿花快步地走到门前,却发现,那个小丑再一次出现在她面前 手里拿着一把手术刀,沾满了鲜血,她猛地向阿花扑去 阿花反手关上门,向后跑去,来到车库内,小丑也缓缓地追上来 阿花大提都不敢喘,她小心地观察着小丑的行动 小丑仔细地对每一辆车进行搜查,可是都没有看到阿花的踪迹 就当阿花以为小丑放弃寻找时,突然她一扭头,阿花连忙躲了起来 等到她再次起身检查时,小丑已经悄然出现在她身后 一刀扎进了她的大腿,阿花疼得大声呼喊,奋力挣扎 可还是被小丑抓住,死死地掐住她的脖子 打动间,阿花捡起地上的刀,往小丑身上扎 小丑往后倒去,阿花顺势逃跑 来到出口,发现门已经被小丑锁死,她只能往楼上跑去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电话,却发现线被割断了 阿花跑到一条走廊上,发现正在扫地的光头男,刚准备呼救 小丑突然从后面一把捂住阿花的嘴巴 戴着耳机的光头男,疑惑地看向空荡荡的走廊 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 小丑给阿花注射了一种乳白色液体,阿花昏死过去 醒来时,发现自己被绑在一个凳子上 小丑对着她邪魅的坏笑,她走到一个幕扑前 掀盖一看,里边赫然是金发妹的尸体 此时的阿花已经近乎崩溃 她爆发了自己的潜能,拼命地拆开了凳子 等到小丑走上前十,一甩棍将她打晕在地 愤怒战胜了恐惧,她捡起地上的刀 狠狠地往小丑身上扎去 这小丑也是个狠人,被捅了这么多刀 连表情都没变,阿花又拿起木棍乘胜追击 但是这个小丑突然搞偷袭 趁阿花不注意,一枪打中了阿花的大腿 小丑玩够了,看着地上奄奄一息的阿花 一枪解决了她 这一幕正好被那个疯女人看到了 她转头逃到了光头男这里 但是光头男根本就不信 此时,阿花的妹妹小翠赶到了这里 她拨打了电话,小丑笑了 又一个送人头的,给她发了一条短信 接着就缓缓走上了楼 看着打电话的光头男,一锤子当头砸去 还敲碎了她的手机 这时候,小翠已经按照短信的路线走了进来 见私下无人,第一次拨打了姐姐电话 这次,电话铃声就在身边响起 她顺着铃声来到一个地下室内 映入眼帘的是倒挂着的金发妹尸体 小翠意识到出大事了,联盟逃跑 来到外面,却被一个叫声所吸引 她壮着胆子,缓缓走下另一个地下室 看到了一个躺在地上的女人 她以为是阿花,联盟上前搀扶 想打电话,但是手机根本没信号 就在这时,一个虚弱的声音从角落传来 正是那个疯女人,她满脸鲜血 绝望的求救 突然,小翠身边的女人猛的坐起身 这是小丑假扮的 小翠撒腿狂跑 小丑不仅不慢跟在身后 十分享受这种快感 小翠跑到楼下,门却被反锁了 小丑突然出现,还享受的玩起了自行车 这个杀人魔,就算骑自行车 也透露着恐怖的气息 好在并没有发现小翠 她为了不让自己发出声音 紧紧的捂住嘴巴 看到小丑离去后,还绕路逃跑 小翠捏手捏脚的来到一个走道内 再往前走一点,就可以出去了 突然,她听到通道内好像有什么动静 仔细一看 小丑玩够了 想着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她用塑料袋死死的套住小翠 小翠被套得差点窒息 好在手指甲较长 撕开了塑料膜 她拿起铁钉,使劲着往小丑脚上扎去 这下小丑被疼得嗷嗷叫 小翠趁机逃跑 她跑上楼梯 可是出口还是被封死了 她像个无头苍蝇乱跑 突然看到了姐姐的尸体 小翠崩溃了 小丑又在此时赶到 拿着铁鞭对着她无情的摔打 小翠倒在地上,痛苦不堪 这时,还没凉透的光头男突然出现 一门棍打晕了小丑 两人躲到一个房间内 光头男找到了一个还没有被割断的电话 报了警 之后两人便准备找工具砸门 小丑一个闪现出现在他们面前 拿铁桶狠狠地砸向光头男 他被砸得血肉模糊 小翠拿着铁鞘砸开门锁 跑了出去 但是最终还是没能逃出小丑的魔爪 消耗了这么多体力 小丑饿了 他抱着小翠的身体 开始啃食 这时候警察赶到 小丑知道自己逃不了了 拿起枪 吞枪自尽 他的尸体被送往医院鉴定 面相还是一如既往的猙獰 这时 灯光突然不受控制 异常闪烁 一只大手 瞬间掐住法医的脖子 原来小丑还没凉透 他不仅凶残 而且扛揍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没事不要老盯着陌生人看 尤其是小丑装扮的人